另外,人民已經開始無奈了 今天下午,劉兆賢、劉院長開了記者會 記者直接問他 不是兩個部長要不要下台 你要不要下台 來,我們看今天下午最新的狀況 因為我們9月的時候會整個全面的檢討 這個檢討當然包括我自己在內,一起檢討 所以在這個時候我就不回答這個問題 我們到9月的時候呢 就會有一個很清楚的一個改組的一個計畫提出來 胡大哥,所以問題再不解決 不是部長的問題啦 包括劉院長自己去留自己要想清楚了 其實從台北來到山地門的災區現場 包括聽了劉院長的話 心情是非常非常沉重 我想我們利用這段的機會 我直接對馬總統說出我的想法 在古代封建社會遇到這種狀況 房地是要下最幾招 哪怕古猶太的國王 我們很多所讀就約聖經 是要披麻帶笑 把石灰往頭上撒下去 這是什麼意思呢 就面對現實重新出 民主國家 災變就是一種戰爭狀態 就像很多國家 立即組織暫時內閣 我回應劉院長的談話 我向馬總統提出建議 請立即 我強調立即全面內閣改組 包括葛魁 為什麼呢 救災 重建 包括怎麼重建信心希望愛心 這刻不容返 這是一個戰爭狀態 請慎選葛魁 其實從這一天的表現 我必須很坦率地說 劉兆選院長 非下台不可 而且立即下台 第二點是相關的部會所長 相關的都應該在慎選 所以我請馬總統 你有難得機會 你既然開了記者會 其實這個記者會的負面形象 比召開之前更加不好 請立即進行 內閣改組的諮詢跟改組工作 我也對民進黨的朋友這樣說 請你們推薦優秀人才 目前不是袖手旁觀 不是旁觀的時候 這是國家大事 不是黨派的事情 這是超黨派的 大家一起來面對這問題 盡棄前嫌 我的意思是說 政府是希望的化身 親愛講很好 來再去看看就知道了 第二點是請提出具體的作為 我們需要具體的作為 是來解決問題 不是製造問題 更重要的是 我們希望透過媒體 政府或民間組織 或非合理組織 包括中間團體 我們要向全民說 不管是生是死 我們都要學習承受 發生了 走面對現實 我們要用理性務實 成熟態度 面對新的開始 我的結論是 我們永遠不要放棄希望 但是掌握國家最高權力的人 你面對這種狀況 請慎選隔魁開始 進行全面的內閣該處 趕快出發 這是一個戰爭狀態 必須有暫時內閣來解決 這是我簡單向馬總統報告 蔡政言蔡委員 剛剛特別從台北趕下來 來了第一件事情 我請他去幫忙看一下 這個安置中心 小小的一個活動中心 一個人分配到了 大概只有0.5坪的活動空間 當然我們看到很多人都很努力 沒有錯 可是他們在這邊已經待了12天了 我們要問 前國外很多的安置中心 包括行政院院長 總統 他們去了沒有 你真的了解他們的狀況嗎 不了解 就真的是內閣改組了 蔡政言蔡委員 我們要跟時間賽跑 不只是說整個台灣跟時間賽跑 我們安置居民 安置災民 解決災禍的問題 也要跟時間分分秒秒的去爭取 如果我們的指揮系統 我們的內閣的運作方式 跟時間拖了結 不管他人好 人壞 人有能力 沒有能力 不能跟時間賽跑的人 就是沒有威望 我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當年美國紐約發生911的那一件 世界貿易中心的大慘難的時候 在美國的政治 政壇位置上 不是特別高的紐約市的市長 朱利安尼 他一個人站出來 挑起了所有安撫災民 處置現場的狀況 各種救災緊急工作 分分秒秒在爭取 分分秒秒在投入 讓人家感覺說 這個市長真的了不得 後來果然變成總統級的一個政治 政治人物 換句話說 政治工作者 最重要的 以前我們強調青年 強調操守 強調能力 錯了 要強調威望 你們有沒有辦法面對問題 很審慎去解決 我必須很坦白講 我們目前的內閣的威望 應該是幾乎等於零 所以面對一個威望等於零的內閣 沒有第二條路 要趕快爭取時間 重新換上能夠運作的指揮系統 所以現在已經不是考慮 內閣要不要改組 而是要找誰來改組 找誰來接手的問題 我們期待的 找來的人 也要能夠跟時間賽跑 不要再找一些慢慢吞吞的人 我們不期望說 今年過年看到那麼多的災民 還在安置中心 我們也不期待說 很多的災機的復健工作 到了今年的農曆春節的時候 還看他們生活在那種 不太理想的狀況 讓我們有個好的過年 這個是未來新內閣 必須要面對的挑戰 我們期待 這一定要改組 馬上來進行 找到好的人才 不要再找同性質的人才 現在蔡文已經直接講了 趕快改組 人民才會有一個希望 今天聯報一個最新的民調 認為要大幅改組 四十六 小幅改組二十三 不需要改組只有九 顯然馬總統應該要知道 人民心的橡貝在哪邊 不管改不改組 其實在這個時間點 政治人物 尤其是擁有權利的人 要想到 這是天塌下來 誰頂啊 高個兒頂 高個兒是誰 馬總統你是高個兒 劉院長你是高個兒 如果你們不願意頂 那就是別的高個兒起來頂 政治就是這麼現實 聽到總統夫人周美青 在最近仿視災區的時候 他說一句話 他說他們對 災民有永久的承諾 沒錯 Promise 承諾就是現在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可是到今天為止 我們希望 馬總統也好 劉院長也好 無論你們未來會怎樣 現在是你們承諾的時候 要做重大的承諾 這個承諾本身要有強大的意志力 你明明知道可能很多承諾 說出去說不定做不到 可是不能因為你心裡頭 有那麼一點點 覺得說 我可能做不到 我不承諾 不行 你一定要承諾 因為我們不能接受 組合屋住兩年 怕死人 住兩戶 就已經受不了 什麼叫做住兩年 我最近為了這些事情也在 我告訴你 民間的慈善團體 願意承諾的都比政府多啊 他們願意說政府 你拿出土地來 我們幫災民造一個新政 造政 新造政計畫 新產業 新的夢想 這個就是我們所講的 政府你要承諾什麼 我們現在就說 每天要追蹤說 你肯不肯承諾 一個不肯承諾的政府 這不是人民要的 除了安心 安生 也要安生啊 生活的生啊 要安他們的生活 這都是要有一個新的造政計畫 把土地拿出來 我們都眼睜睜看 國家哪有 現在聽說 行政院 只想拿軍營跟學校 來做安置耶 不想做長期的安置耶 這樣我們的災民 我們的受災者 其實承受的是 第二次土石流啊 這是 由人心啊 不肯承諾 所承諾的資料 這更慘 我覺得在這裡頭要呼籲啊 請拿出慈悲心 請拿出意志力來 憲總提到慈悲心跟意志力 我們這兩天的節目 一直邀請段錦號 段老師跟我們一起 因為他非常的專業 而且他這幾天都在 都在這個災區裡面跑 我們要請到的是 他從整個專業 跟整個他看到的現象 這個內閣是不是真的要大幅蓋住了 來 段老師 我是非常 贊成 我們該下台的官啊 通通下來了 當然第一個應該是劉院長 那 他們這個有點像CNN 人家都罵CNN說是 以美國觀點看世界 CNN也會派人來台灣看啊 我們的院長在哪裡 我不知道啊 這很誇張的事 是我們強烈呼籲總統院長 跟相關觀點 到安置中心去看看啊 就是這些當官的 不要用台北觀點 看我們台灣嘛 你鄉下情形不一樣 你要來看一看 那現在安置老百姓 這住的 住的剛剛去看 很可憐 那昨天在賈先生看的 那個路也是不成話 車子都過不了 只有那個四輪傳送的車可以跑 那現在要重建 重建 鄉民他有煉鄉的情節 很多想在原地重建 政府應該告訴他們 原地風險很大 盡量不要在原地 剛剛 憲鴻兄講的說 來山下我非常贊成 另外造證 就是說我們的山上工作的同胞們 你在加小安置在山下了 你每天到山上去上下班啊 台北人現在住台北很多在新竹科學園 去上班啊 開一個鐘頭車就到了嘛 為什麼不可以這樣解決呢 如果太太也要上山工作沒有關係 地方政府安排安親班嘛 小朋友都能解決好嘛 我們就 當然好雨來你就不會上山啊 就會減少很多以後的困擾 這時候 重建絕對不能再用原來那個地 一定要搞清楚 好 昨天我們到賈仙鄉 下的節目整理好 已經晚上十內兩點了 我們下山的時候 我們兩部車都還卡在路上 直到今天有一部車 今天四點 凌晨四點才得脫困 你知道賈仙鄉民 不是只有小林村 多少賈仙鄉民在那邊是過得多苦 總統今天終於到小林村去了 今天我們到了屏東 我們發現很多民眾住的 只有0.5坪 已經住了12天 還要住多久呢 另外海邊 今天包括加東跟林邊 都有人在我們的現場 等一下請教他一下 他們今天還在打掃家園 誰有些人都還在腰部 怎麼12天復健會這麼晚呢 我們的政府在什麼地方 這可能不是內閣改組可以解決的 更多的問題要解決的 我們修一下 馬上回來討論